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Hairi的台湾全文资料库 Hairi的台湾全文资料库 由零网科技于2009年建制上线 是属于台湾专属的电子期刊资料库哟 我们收录综合类的台湾学术期刊电子全文 并且在2011年获得行政院新闻局第五届数位出版精鼎奖的书龙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最重要的使用方式啰 在单位IP范围内可不限次数查询下载PDF全文 现在就让我们来实际操作看看吧 好很简单我们先将浏览器打开 直接在关键字上搜寻Hairi的台湾全文资料库 即可搜寻得到啰 那我们将第一个查询结果点开 就可以看到整个网站的内容 我们将整个网站分为五大区块 第一上方一排为导览列 第二橘色长条部分为搜寻列 第三左边为活动展示区 第四搜寻列下方为主题导览 主题导览之中又分为六大主题 第五最后一个部分为热门排行 在热门排行之中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最近常被查找的期刊以及文章是什么 好以上呢是网站的区块部分介绍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查找文章的示范 那我们首先呢先从简易查询开始 简易查询非常的简单 只要先在这个文章关键字里面输入您所要查找的文章名称是什么 直接按查询就可以啰 进阶查询的部分呢我们先点一下进阶查询的按钮 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很多下拉式的选单 那我们就可以搭配多个栏位条件进行检索 还能做精确或是模糊的查询 也可以设定出版日期的时间喔 现在呢我们就以金融风暴来做一个示范 查询结果出来后呢还可以针对您所特定的编名作者刊名 来进行一个缩小查询 那个地方有一个分类浏览 是我们将查询的结果做刊名作者以及出版年的分类 那上方呢有一个新的功能叫做整合查询 我们绘整了其他资料库的数据 让您方便做检索 接下来呢要进行查找期刊 查找期刊也很简单 首先我们先在这个搜寻列上按找期刊 那找期刊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输入期刊的关键字按查询就可以啰 第二种是依照主题浏览 选择主题浏览的按钮之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到这里有分为六大主题 每一个主题呢点下去之后又会再细分其他的小主题 方便您做缩小查询的功能 那另外一种呢是依照刊名浏览 刊名浏览有两种排序方式 第一个为笔画 第二个为字母 那只要您算好自己要查找的期刊名称 第一个字为几笔画之后 点选数字就可以找到结果啰 譬如说我现在要查找当代医学 当代的当是13画 那我点选13 往下滑看看有没有当代医学 好这里把它点开 就可以看到一些期刊的封面啦 以及刊名刊期出版单位的期刊资讯 往下呢还有一些卷期资讯可以做选择 那中间呢就是一些片名啦 旁边这个全文按钮点下去之后就可以下载PDF全文档 那跟大家补充呢下方还有一个汇出书目资讯 勾选您所需要的书目资讯 有APA格式 芝加哥格式 还有MLA格式给大家做选择 那按开始汇出 就可以看得到他已经帮我们记在记事本里面咯 这个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功能 相信大家在写参考资源的时候一定可以帮助非常的大 好的 那以上为HIRY的台湾全文资料库的操作说明 感谢您的聆听 祝您查找资料顺利咯 拜拜